哈囉 各位好 我是聶寶 再來我們第五賽季終於更新排位了 終於不用當白金的底分仔 我們可以稱為鑽石的底分仔 但是鑽石呢 是一個紫框外帶一頭熊 這頭熊的話很像是神攻擊的那頭 然後多了五個獎勵 分別是兩百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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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六百的石頭可以拿 但還不確定的是我們鑽一 之後重置積分的話會到哪個階級 有可能是白金武 那有可能是成為金武也說不定 那我個人是偏好直接到金武啦 因為金武在上面呢 我們可以拿 多四百的石頭 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不過這個月的積分我覺得會爬得比上次的舒服很多 原因是因為拔線仔的那個機制已經改掉了 因為之前會遇到很多玩家 因為他散完先後攻之後呢 他就直接把這個線路拔掉 然後這樣的話遊戲就不會進去 那也因此不會有任何的遊戲履歷 那他只要選這種先攻強制的牌組 就可以穩定上分 所以盡量 玩家盡量不要用這種技巧啦 因為畢竟這個我們有手坑嘛 我們是拿著手坑 然後變成我們的入場券 然後打贏對手 當我們手上有爭折狙還有揮流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巧妙地利用一些技巧 然後去騙對面 讓狙去過 就可以讓我們這個後攻還有機會玩 這也是需要一點戰術的 再來是腳本的數量 我個人覺得有變少很多 主要是因為這個每天獲得的寶石數量有上限 大概只能領到一百 所以如果你有一天玩很久的話 你會發現 你額外獲得寶石如果拿到的話 會變成一 就代表說你的今天的上限已經達到了 那可能要在今天凌晨兩點的時候呢 才會做一個更新 然後再來是5月9號的時候呢 這個 滴滴炸彈 這張牌呢 限二 所以要被滴滴炸彈先手一回殺的難度又變得很高了 如果限二的話 他有什麼不能用的地方 主要原因是因為 重破某一張陷阱是可以把牌 牌組的陷阱卡除外 然後接著呢 可以在場上 然後可以直接發動 然後他的副作用就是只能再發一次陷阱 所以重破某都很喜歡抽 講說 第一炸彈很喜歡抽到那張牌 然後先開個第一炸彈之後呢 再發這個 然後除外一張 但是你場上已經有一張了 牌組只有一張 所以沒有辦法除外牌組裡面的 然後到場上 這個的話 想殺人的難度變很高 變成是你只能 先攻的時候 抽兩張 然後或者是靠這個惡魔鳥 三分之二 應該說三分之一的機率把它拉出來 其實有點偏難 因為原本你可以選兩張重物門的陷阱 然後再一張滴滴炸彈 但現在不行 好 那接著來結合一下我最近使用的牌組 好 第一套的話是歌草影衣 這套構主的話 是我在天地上面操到的 然後主要的話 要多放這隻鳥的話 在場上 配合我們的拿菲力就可以抽出2加8 多跳一個鮮花女爵做一檔 但我覺得額外空間會有點擠 不過 多這個三側檔的話 對對面的壓制力是蠻強的 所以我有嘗試玩一下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然後一樣他的 他需要三張的割草機 然後去拿到一個蠻不錯的優勢 然後黃金星的話 你可以選擇放白雪也可以 然後看個人喜好 然後緊接著是電腦界 電腦界可能會在熔回小之後呢 成為一個大家集合的主力 因為他只有被動一張牌 你只要把牢牢拔掉一張的話就可以完了 那剩下額外的部分呢 我個人是比較怕隕石 所以我放了No.75 本來是選擇放紅龍啦 但我覺得做紅龍呢 會讓我的思緒有點擾亂 然後加到紅龍的話要多蓋一張牌 然後才能跳那個水晶翼 所以我個人覺得比較偏難一點 然後一樣啦 只要能做出9加9配BFD 這個陣就達到了80分 然後多一個新鮮的話就是100分 太強了 目前還是大概在T1甚至T0的存在 只要我們有法法在的話 對手就不能動兩側了 非常強 那再來是魔舊調皮 我後面會改成比較一般的魔舊 原本我打正到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調皮比較好去出一個 Link2 然後加一個四星怪 然後4加4呢就可以做出 玉影之士 跳金木龍 然後變成神功 這樣的話我個人覺得打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你看這邊少了一張調皮 少了一張雪花之光 還不如掛木屑子民者跟手坑 防手坑的東西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接著是壞獸回葉 這個易石龍蛋這兩張是直播的時候亂加的 拿來測好玩的 所以這兩張可以刪掉 然後基本上雪花之光掃移之後呢 這個就差不多了 新卡我只有擺三張 就分別是飛行隊 可以配合雞小蛇 在對手回合出 鮮花女爵 還有這個石花賢者 可以點自己的牌炸掉之後呢 選一個對方的牌破壞 可以拿來踩坑 對手可能在後台 蓋上泡影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幫他們100去過 泡影這個坑 然後再來他是從手上發效果的 所以遇到一些貼紙的話也蠻好解決的 他就是一個後宮的回殺牌 勝率還蠻穩定的 這套的話是考溫式 這個不用看 感覺這套問題是在這個 我們花樣明星太貴了 1 2 這邊就3UR 然後包含額外 真的貴 閃道機的話我直播的時候是常玩啦 現在沒有龍回小之後呢 我可能會把 把這張拔掉 有可能放幽鬼兔啦 但是幽鬼兔的話 限環境壓整理就還好 往後是來針對勇者 然後我有看到史卡比賽的泰國大賽有 這套打進四強 然後他的購主呢是混入了獸姬神 然後獸姬神的話是一個三色康 但是他自己會送墓 所以當對手做第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你用三色康解掉 然後這樣的話廠商就只有額外怪 你就可以發動閃道的魔線了 然後一樣啦 天靈號是來針對一些 比較煩人的超量怪 會打一個奇效 但是會犧牲一張 封閃刀的一個風險在 看個人 因為有時候你讓 對手定了一個很急測的怪 你只要用一張爪子 進戰階 然後就可以把牠搶過來解決掉 其實是蠻賺的 主要目標的話是未來龍皇啦 因為龍皇的話防戰破效破 其實算比較難去解決 好那再來是蟲覆魔的話 這一套是比較偏個人喜好的 因為我放的陷阱有點雜 所以他很吃仙弓 先攻基本上一定要有一隻蟲覆魔 那另外呢 還要有一張陷阱卡 去發效果 然後先手的話我盡量跳這個 因為可以防隕石 主要的話這個墓穴的陷阱塔 可以直接讓隕石無效 但是沒有破壞 所以隕石還會在手上 然後高竹悲場的目的是為了 拔廢劍 因為如果翻牌機會上手的話 就 你懂的很尷尬 那還不如丟一手除外 然後緊接著Hero的話我 我有介紹過這個牌型 整體而言蠻好玩的 因為有時候議題的話可以打一個 很不錯的效果 去躲一些東西 假如說你通招一個空氣俠 然後你被泡影 或者你被效分的話你可以直接用變身躲 或者是用異滴躲 都是可以的 算是蠻...怎麼說 很吃超錯的一副牌 攻擊打點都很痛 又蠻帥的 缺點就是一樣貴死了 那改版之後呢應該只有拔一張 融合命運 然後... 可是在1106的環境裡面會有一張 很可怕的牌叫做破面鳳凰小子 之後呢可以用這張牌一卡叫出來 所以當初在思考環境裡面有很多人去外掛這張牌 所以導致那個環境會... 比較...該怎麼講 只要沒辦法處理他的牌都變爛了 沒辦法上位 但是也有一些牌因為掛了這張牌之後呢 和主流有一戰之力 所以變成了我們的英雄 這算是一個雙面刃啦 所以在1106這個環境裡面呢 可能會有兩個月 大家都逛了鳳凰小子 然後再會有一個環境是 這張牌被禁掉了 然後就沒有人在掛鳳凰小子 那現在的話是只能掛一張 然後不是植物沒了 所以想要... 想要直接另一顆扼植物跳... 然後直接跳這個鳳凰小子的話是比較... 偏困難一點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個分享影片 祝大家可以爬梯順利 那也希望呢 這個K社可以趕快出我們的超牌系統 讓我們以後超牌有代碼 快快使用 更好超牌 然後改版書庫再快一點 沒有問題 最近我也去體驗了一下史卡的雷精靈 整體體驗的下來的話 有點太強了 根本不知道丙蛙怎麼活下來 所以我們7月的時候呢 要幫丙蛙辦一個換送會 好那我是蒂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